改变年轻人的处境 就是改变国家的处境 一个国家的年轻人没有未来 这个国家必定没有未来 小英就职演说 年轻人说 第14任总统副总统就职庆祝大会 在总统府浮前广场举行 就职演说提到 将改善年轻人的处境 我们的年轻人处于第一心的处境 他们的人生动弹不得 对于未来充满了无奈与茫然 苹果记者请问几位年轻人的看法 希望他能够都爱开放 就是增加就业经历 对他刚讲那些青年政策 他也没有讲得很清楚 因为他第一天嘛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给他时间 有很多工作都是去高清 可是他们都不会去捉啊 对啊他们都会嫌累啊嫌苦啊 那蔡英文如果说 第一心要调要加薪 那我也是觉得这事不错了 蔡英文上任之后有什么样的期许 我希望能够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因为只有社会一直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状况下 大家能够感受到爱 他愿不愿意去鼓励去付出 而不是只有政府去改变那个政策上的问题 突发中心 这就是我想为台湾的年轻人做的事 报导